昨天出了这个分组以后我一看 怎么我这个组的人这么强 因为我跟贝克已经比了很多比赛 我没赢过他 然后西比迪跟他应该是5050的机会 然后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亚布格 他是今年突然间成绩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我对他的了解还有比赛也没有太多 所以不了解 所以对我来说 我看到这个分组以后 我觉得就是要跟自己比了 所以说我就忽视所有人 我觉得站在跑道上面 尽可能发挥出最好的成绩 然后刚才参加复赛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又有那种感觉 我那个就是所谓的脚感 突然间跟这个跑道 还有那个起跑器非常绵合 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所以说我就做到最好自己 我就一直一听到枪声 我第一个穿出去 我就感觉我已经全部压住他们了 在这个途中跑 我就尽可能发挥出这些水平性的